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DA的實況台啦 就像我講的一樣 我們今天會盡快把影片出完 那這一關呢是無限增值的牛肉丸 對 這關是無限增值的牛肉丸 好 而且這一關麻煩點在於 大家開始的時候會調動順序 那很簡單 我們就放三個人看你怎麼掉 好 那我們就直接讓金石跟小黑戴上 都有50NP的騎士禮裝 相撲跟晚餐 然後再抓一個好友孔明就可以了 那這一關的重點呢 在於一開始他會用大地震打亂你的隊形 但是如果你只有三個人 不管你怎麼打 因為這遊戲預設前排會塞滿 所以一定就是這三個人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然後呢 只有第一隻 也就是畫面最右邊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牛肉丸 他會使用個體增值的技能 而後面兩隻都不會 所以我們的關鍵點就在於 如何最快速擊殺掉第一隻的牛肉丸 因為他一開始一定會用一次個體增值 所以至少要面對兩隻 那你只要把最右邊這隻打死 就 簡單了 好 那不用我多說嘛 我們技能開一開 然後接下來 綠放丟給騎金石 騎金石自己的綠魔棒開下去 嗯哼 然後 然後小黑的投影魔術丟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小黑騎金 然後再隨便串一張卡 這樣子 的傷害就足以 讓我們收掉第一隻牛肉丸 也就是接下來這個牛肉丸就再也不會做任何增值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解決掉第二個了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一關的牛肉丸呢 他跟所有的職階都是沒有相互就是任何的克制 也就是不管你打你用什麼職業狂戰士打他都是1 他打你任何職業也都是1倍 嗯 所以可能習慣用狂職拼傷害的就比較不順利了 好 我們就把第一隻打掉了 有沒有看到 一回合把第一隻收掉 輕輕鬆鬆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靠這邊慢慢的把他打死就好了 那我相信 以收拾掉一個等倍 你就當假設是18萬血的等倍 然後兩隻主攻手加上一隻孔明 我覺得怎麼想應該都沒有問題吧 好啦 那為了以防你他們說爹又在化狐爛了 我們就隨便打一下看看吧 啾啾啾 小黑加油 小黑加油 呵呵呵呵 18萬的血其實嚴格講不算少啦 那他還會有一些charge的部分 那 禮裝的話我剛剛是因為綠魔放所以選了這個 那你也可以比如說串串孔明的EX啦 這樣子就可以 用寶具減緩他放 那個大招的 次數 但是基本上我個人覺得 不太有什麼問題啦 你看我騎金的OP又滿了 然後騎金我們接下來又可以再錄一發 然後接下來他又準備回老家了 那比較麻煩只是這一關他會有那個 這個混沌之潮然後扣你大概1200左右的血量 倒是所以持久戰比較不利 除非你有帶補血的人 那基本上他現在剩99000 那我騎金現在下去一定可以再做一個EX 那小黑還有迴避 所以基本上這個99000的血量 我就直接當他是打贏了對不對 這個騎金下去已經沒問題嘛 好 那我們就直接當做贏了 如果呢你想要快點你可以甚至讓騎金石帶上這個黑聖杯 假設你有好不好 假設你有黑聖杯 那這個其實套用到任何可以自從NP50的情況之下 那甚至是如果你說好吧 那我不要這樣的隊伍 你也可以兩隻孔明配上一個黑聖杯的角色 然後直接一刀先砍爆第一隻牛肉丸 也可以啦 對反正這個這一關的重點其實 就是在最快速的情況之下打死第一隻牛肉丸 那無論你是要採用我剛剛影片前半的雙寶具的方式 或者是如果你有黑聖杯就雙孔明黑聖杯 一波爆發收掉第一隻再慢慢解決第二隻的方式 都可以 反正你只要第一回合能收掉他就好了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騎金應該是一發可以直接把他踢死的 可以啦 黑聖杯加孔明然後加上綠魔放 應該可以踢個20萬以上啦 看一下好了 看看喔 我看一下喔 為了 就這樣 OK AQA 對不起 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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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也可以再打一些星回來 真的是一個飆車圖 沒有騎乘技能的賴打 你這樣對嗎 怎麼看你都是無罩駕駛吧 效果 QAQ OK 有了啦 20萬了啦 23萬 好直接踢死撞死第一隻牛肉丸 然後接下來其實就跟剛剛前半一樣 我們就想辦法把它收掉就對了 好那小黑的寶具就可以留到這邊放了啦 那因為剛剛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小黑就多留一個寶具 你就可以直接大招開下去 都被噴到了 那這邊稍微提一下 等一下可能會有一個 後面的小木後花絮是在講B書的 那我有考慮過用B書來把這一關 打贏 可是我後來發現不太行 因為這個每一波的這個潮流在B書寫少的時候 會直接多消耗掉你一次的意義狀態 再加上B書沒有狂職的優勢 打人都是一倍 所以 最起碼我試的雪塵B書單挑的狀況 我試出來有點不太行 那如果大家有試出 比如說雪塵B書可以單挑掉這兩隻的話 請務必讓我看一下 對 我還蠻想看一下說到底要怎麼打 因為我自己試了一兩次 結果來講是不太OK的 好啦 那我們這邊當作7萬也就當作結束了 OK 那我們下支見囉 掰掰 就已經看到了 我看不見你 就很贏 那我看不見你 那是你 這晚上都定爭 在那時候 而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